温教授出去开会了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一样的 这是我整理的 不良事件报告表 里面还有病例 如果方便的话 您帮我选交给温教授 你一直这样推开我 有没有想过 如果那一天 意外比病痛先到 我先离开你了 你会不会后悔 没有和我在一起 小老板今天早上 去呼吸内科会诊 从一个患者的探业中 检测出了鼠疫叶尔森菌 现在住院部的 整栋楼都被封锁了 只许已经不许出了 废鼠疫 那个快下课才到的同学 你来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老师 我不是你们班的学生 苏维安同学 我认识你 名册上有你的名字 讲义没带 可以借同学的感 问题回答不上来 可以直接说不会 这顶多是学习能力不足 但是欺骗老师 就是态度不端正 好的 老师 那麻烦您再重复一下问题 癌症的突变 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大多数情况下 以护赤方式发生 脑胶滞流中 癌症的突变 会对患者的愈后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癌症的突变 可以显著提高 高级别胶滞流的 中位生存器 且可能预测 低级别和激发高级别的 化疗敏感性 与患者的生存率提高相关 很好 苏同学的回答非常完美 但是介于你迟到 还是会扣掉你的平时成绩 苏同学下不为例 也希望在座的所有同学 引以为见 下课 扣哪门子的平时成绩 果然真是个细节 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不知道 大家喜不喜欢彩虹 总之 对于我来说 彩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想借这个机会 把我心目中 认为最美的菜 送给那个最特别的他 我 大家在一起 来 不要 能不能 你 黄泽 我 你 我 稍微 你 进去 我 你 给你 我 我 你 你 我 看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运气确实会好很多 有的人终其一生 都很难见到这样的比较 可是有的人 一抬头 珍贵的暗夜彩虹 就挂在那儿等你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照顾我姑姑 你 能不能说点别的话呀 我不想听你说谢谢 我觉得李医生也挺好的 是啊 李医生是挺好的 但是他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 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呢 我将此夺利 是啊 李婉瞳哪儿都好 家世好学历好长得也漂亮 样样都拿得出手 最重要的是 人家喜欢谁就直说 从来都不会藏着掖着 不像某些逃兵 那你能不能放过逃兵啊 李医生既然这么好 你们在一起 不是皆大欢喜吗 松手 她好是她的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想在这里吃 还是我送到冰冰 你和姑姑一起吃 你到底想干什么 就是早餐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西红柿煎淡面 我怕坨了 所以做得干拌 是我上这书的 不够明白吗 顾医生 麻烦你不要再给我 这种没有意义的关系了 你最喜欢吃的 西红柿煎淡面 我怕坨了 所以做得甘半 是我上这书的 不够明白吗 顾医生 麻烦你不要再给我 这种没有意义的关系了 你上次说 想带我去你公司参观 现在方便吗 聪明了 就会工作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看见你跟他在一起 我就是很生气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这就是我最生气的地方 苏维安 你到底把我们俩 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当做什么了 我们在拉凯亚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是说结束就能结束的吗 是你不用给我一个交代 就可以草草收场的吗 是啊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喜欢半途而非不行吗 好 姑姑 姑姑 老元 医生 患者两周前 因为动脉瘤破裂 在华人做过手术 马上做头部CT 准备一个手术室 立即联系贺小光医生 知道了 你说联系谁 我姑姑现在 现在在华人医院手术室里面 她二次动脉瘤破裂了 但是今天晚上 手术医生是赫小光 我怕我 我怕我姑姑会出不来 苏小姐 好久不见 我以顾医生选一条领带 好看吗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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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进来吗 不用了 不用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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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